张雨琪为赢比赛特意扮少女 谁注意其他姐姐的反应 太搞笑了 节目中出现的几位姐姐都十分有热度 其中张雨琪在里面的表现就十分扎眼 而当她登台表演的时候 张雨琪为了能够赢得比赛特意扮成了少女形象 同时还在舞台上演唱了一首粉红色的回忆 虽然张雨琪在舞台上面表演得非常认真 但刘云和金晨在台下看的时候还是笑了 而很多网友在看到张雨琪的表现之后 也都纷纷表示太搞笑了 以前的张雨琪给人的感觉就非常的稳重 但没有想到在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这档节目中 会展现出自己少女的一面 此次听完张雨琪表演的粉红色的回忆之后 大家都觉得张雨琪虽然实力不是最强的 但却非常的有自信 虽然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刚刚开播不久 但却因为张雨琪等人的表演引起了很高的热度 大家觉得张雨琪这次的少女造型怎么样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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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